大学生了没 凯瑞士大學 大學是什麼 大學生 你們真的老了 大學生 大學生不是最青春的一群嗎 對啊 怎麼可能會老呢 怎麼呢 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 現在網路時代 對 什麼事情新的來得特別快 舊的被淘汰得也特別快 真的 好可怕 對不對 首先要問問看大學生 跟國高中生接觸的時候 你有覺得說自己已經老了嗎 有不同的時代 會不會用不同的語言在溝通的 對 而且我最好奇 譬如像豬妹 你在國中生面前這樣 你不會覺得有點害羞嗎 對啊 她就說 你都幾歲了 阿姨 反邊邊 阿姨 我才不是阿姨 不是嗎 但是妳自己的感覺 妳也打圈了 就是還是會 他們喜歡的東西 跟我們喜歡的東西 還是有點不一樣 對啊 或是他們可能FB上PO的東西 我們就會覺得看不懂 對 就會覺得他們很幼稚 茉莉已經穿得像姨媽了一樣 已經有點姨媽風了 有一點後母的感覺 對啊 春天後母心 真的耶 我好老 而且你知道我剛剛問他們說 你們知不知道誰是Energy 他們竟然不認識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妳問國中生 所有Energy是誰 他們不認識的 他們不認識了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在Energy是多紅啊 很紅耶 對啊 好啦 我們今天其實要聊到 所以是不同世代之間 會有一些代購 有沒有要了解一下 首先歡迎這位來賓呢 這位 為什麼 沒禮貌 我試過 見證過很多這個世代眼鏡 所以大家試試打理對不對 聽說他有一次 坐在那邊不動的時候 就有人把他移到肚東去擺 沒有 你講得進去 不要這樣子 老師很可愛 不要這樣 你一直敬重他 因為上次聽說他跌倒的時候 然後身體跌出礦石來 請問一下 歡迎老師 歡迎 歡迎老師 妳好可愛喔 人家剛剛還叫我輝瑩姐 那位老師妳真的仔細這樣看 妳覺得大學生現在跟譬如說 國中生 國小生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些代購差別 我認為是有 現在大概三年一個代購 真的很可怕 三年 以前大概十年一個代購 對啊 現在三年一個代購 現在網路時代太可怕了 妳昨天在網路上看了一個東西 然後很熱門有沒有 然後妳稍微問一下別人 要是沒看過的人就落伍了 當然我們要了解說不同世代代購 我們請來這一群 來自10到15歲的青少年好不好 來自這個小雨座飛出來的 歡迎他們 本集邀請了六位 國中國小的青少年朋友 要來了解 從他們這個世代的觀點 看到的人事物 和我們有什麼不一樣喔 剛剛一來我們節目 就已經開把我們女大聲了 子瑜 嗨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抱子瑜 54歲 然後身高172 然後體重53 好完整 第一次 不是高一點 這邊 這邊有沒有你最喜歡哪一個 是你的菜 Angela Angela 好辣 好奇怪的眼光喔 她眼光還滿特別的耶 為什麼… Angela看起來怎麼樣 哪一個特點 你特別喜歡 剛來的時候覺得說她跟我比較 怎麼講 感覺好像就是非常的 你比較接近嗎 然後天生一對 天生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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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 你們好猛喔 小朋友會吃姐姐的那個豆腐耶 對啊 很厲害 以前的小朋友怎麼可能會這樣講 現在他馬上 第一時間他馬上就已經 他就把Angela卡住了 去做了 對不對 好 我要先問一下這個我們幾位 你們覺得說 自己看大學生的這個節目 你覺得 這個節目給你們什麼樣的印象 他們其實也沒有說很老 希望你們沒有很好 喜歡的吧 其實… 沒有… 就是覺得看這節目很輕鬆 知道 看他們笑笑的這樣 笑笑的 你有沒有什麼逗他們的好奇有沒有 對他們的好奇 想說你們現在都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好奇他們喜歡的菜 我會問你們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所以不是問你 是問你 你怎麼直接問我 感覺要倒架了 應該要 茉莉姐 我就問你 從你一開始就 而且他剛剛講話的時候就是 下巴很活躍 對… 有點挑釁的味道 他很喜歡講 好嗎 我們對長輩要有一點禮貌 對不對 來 茉莉姨 什麼樣 什麼樣 像這種型的你們會喜歡嗎 茉莉不會喜歡 太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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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考慮 茉莉 茉莉 茉莉還是會贏 對啊 真的是太老 可是他怎麼講 太恰 恰伯伯的打承 對啊 這種不會啊 波承…你要講什麼 風承味 太承認 茉莉要哭了… 茉莉哭了… 好 沒關係 茉莉眼睛瞪好大 沒關係 沒關係 撒上霧照… 我知道 他們因為上過一些節目 所以只是在做效果而已 好不好 他戲裡面是很愛茉莉的 OK 好 我們今天就分成幾個部分 來討論一下 兩代之間了 好嗎 首先從造型打扮篇 像以前的年代覺得說 是耳上三指不蓋眉 現在會覺得說 長短 翹捲 齊鬥驗 就是沒有法徑 是吧 廖老師 請問一下 就是你現在最無法理解 年輕人的哪一種流行 有的男孩子很像女孩子 對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男女很難分 然後子雄難辨 有時候尤其你在網路上 看他們照片的時候 這個到底是還男生還女生 我要研究半天 然後要看胸部又看不太清楚 這也不曉得到底要怎麼辨題 就會讓我很困惑 真的 開始有一種東方不敗的感覺 對… 中信風 是 中信風是不是 請問一下我們的大學生 你自己覺得說 你現在的打扮 在國中生的眼中是流行的嗎 全國叉 我覺得應該算是滿酷炫的吧 因為現在國中生 好像也是都會買一些 那種球隊的帽子 帽子 帽踢那種休閒的感覺 隨機 好 怎麼樣 宜恩妳覺得她的穿著怎麼樣 就是我們現在都會戴板帽 然後下面就配那個運動襯衫 然後還要故意穿很鬆的褲子 跟高同學 所以就是還滿符合我們這個年齡 真的耶 重了… 她才10歲 林軒的問題是臉太老 她的穿範上面來講 怎麼樣 宜恩 對 這一點我非常的認同 她打扮是OK的 但打扮至少是OK的 還有誰 阿Q 我今天特別做了一個 我國中時候的打扮 應該還滿流行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國中的時候頭髮是這種公雞頭 因為那種很流行 重點是我的褲子 有太多耶 莫名其妙 國中的時候什麼 我真的會這樣子嗎 請問你穿褲子 你穿褲子 你穿褲子… 國中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還這樣子 我一直有關係 你肚子好大 因為 國中腰部只要穿褲子對不對 就低腰的 低腰部 他現在會這樣穿 有嗎 講一下… 蘇維講一下怎麼樣 對啊 髮型呢 髮型這種公雞頭 現在不流行了嗎 現在流行是血流海吧 海產 你有說什麼 所以我這種髮型 就是你們可以接受 就是你們國中現在最帥 太帥了… 最流行 帥就對了 有這種就對了 沒有 帥 我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帥 不是… 我真的太黃了 太黃了 太黃了 髮型是對的對不對 顏色是錯的 可是顏色就是 都不搭 都不搭 顏色不搭 我可以看到你穿顏色不搭 可以啊 我的褲子 我是走國中的休閒風 她的褲子你們看 褲子是怎麼樣的 就是你家裡在睡覺的時候穿了吧 妳在睡覺的褲子 她真的睡覺 妳老爸安門妳 Amo妳要問什麼 沒有 我想問說 如果妳覺得我們穿得都那麼不好看 那麼不流行 那妳們覺得怎樣才叫 妳們的流行 對不對 溫婷說看看 女生一定要戴放大片 我們用 我們用的 而且國中戴什麼放大片 國中要戴 妳這麼小就戴放大片 妳的眼睛這樣子會很容易缺癢 但怡恩呢 因為妳是國小嘛 妳跟他們就不太一樣 妳覺得妳們國小的流行是什麼 我們流行是把頭髮往前面剝 然後這裡夾一點玉米絮 夾玉米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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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會燙到 所以妳比較有那個玉米絮的 那個剪卷對不對 我們家沒有 但是就是會想辦法把它弄到皺啊 不會綁辮子的嗎 現在 不會 而且妳國小的吧 就穿很久 不是 她也有一點了 妳看 被她們打敗了吧 妳看…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其實兩代之間還有不同的 偶像喜好喔 好 好 請問一下大學生 你們國中時候的偶像是誰 陳倫章號都說是5566對不對 沒錯 國中的時候一定要看5566 回去的時候他們就演那個西街少年 西街少年 回家一定要趕快衝回家看 還有那個MVP情人 MVP情人 還以為經驗會灌籃 許少洋 5566嘛 知道5566嗎 不知道耶 你們應該就知道了吧 這個不知道會出事情 沒有… 真的 不會覺得她們很老嗎 我覺得 很漂亮好不好 漂亮 唱得很好聽啊 你們這些為了上節目就這樣子 好 每個都很年輕 剛要18而已 很年輕 很漂亮… 有國力 年輕有國力 太誇張了你們 你看… 他們現在這些學生 那個社會化的程度很快 有沒有 很社交耶 我覺得小資可能會比較了解一點 因為小資本身外型跟國中生 對 沒錯 因為我本身就是被常常 誤認為12歲 但我的新智年齡什麼 就是不管在大學 國中 國小 我覺得都可以溝通 宣要什麼 好 講那麼多 我覺得她們最流行應該是 SUPER131吧 SUPER131 應該是131 131 131就老喔 就泡泡水很年齡喔 SUPER131應該算是 比較紅的 在你們的年紀裡面 沒有 喜歡… 喜歡的舉手好不好 喜歡SUPER131的 舉圈型 只有蘇維一個 茉莉寫的 Big Bang 我知道 Big Bang 喜歡的舉圈好不好 喜歡的 G Dragon 真的喜歡 兩票喜歡 阿蹦妳寫這個 我想問你們六位 有…我們都常喜歡的 我想 憲哥我想分享一下 憲哥我想分享 我是裡面那爆炸頭 你們有印象嗎 沒有 對 對 就是沒有人有印象 然後有一次我就貼我跟 就是曾沛池的合照 結果我就在那個臉書上大爆炸 大家都就是 他們超愛沛池 然後大東 他們瘋掉 而且他們 我那一天就只要PO那照片 然後他們傳 我收了差不多快200封 就是男生女生寫來說 請問你可以幫我要沛池的 簽名照或合照嗎 然後就還有一些就是 比較瘋狂的會直接寫地址說 請你寄給我 他們就是很喜歡 好 所以請問一下各位同學 喜歡中景一般嗎 每個都電頭耶 每個都 大部分都選 只有蘇瑋選擇了 SUPER131 對 為什麼 就是演得很誇張 所以還是要問一下幾位 六位 你們現在如果說真的 跟同學在那邊閒聊說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誰 然後你們會不好意思把他講出來 因為怕被其他人笑 有沒有這樣子的藝人 子余你喜歡誰 我喜歡 更老吧 更老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現在國中生最愛的偶像 竟然是他 青少年的戀愛態度 比大學生還有擔當 我們最長跟最短的戀情是多久 我最長是兩個月 他本身有在看那個小宇宙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 沒有 陳輝也是利用我們這幾天 對啊 陳輝也是利用我們這幾天 陳輝也是利用我們這幾天 對啊 這幾天 我覺得小朋友比你們還誠實 他還… 肩膀比你們還硬耶 他們還敢自己扛 問題是 你跟某個人交往131天 為什麼分開了呢 對 分開了嗎 眼睛 你也太複雜了吧 大學生了沒 子余你喜歡誰 我喜歡許孝順 更老吧 更老吧 你憑什麼說我老 我演得複雜 為什麼 你本身是痛風協會的嗎 沒有 因為他很會… 因為他很會搞笑 在搞笑方面 我覺得他是就是最厲害這樣 我們在你心中的搞笑 譬如說順哥跟Ken哥 在你心中那個地位是怎麼比 不能這樣講 兩個風格不一樣 許家順 許家順的那種風格是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比較低俗 低俗 再改俗 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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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偷俗 因為他覺得很小 對 他覺得很小 他覺得很小 很小 好小 謝謝 好小 我覺得他沒有 有一點他比較沒包袱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包袱 沒有包袱也是OK 只會可能要修正一下 對… 對… 都是前輩要尊重一下 對 要小心 因為他覺得很小 對 所以 但是問題是他有講 他說他最喜歡的還是順哥 對啊 其實你覺得那個是口味 我也欣賞他 他是我的就是算是第一偶像吧 對啊 這樣講 對啊 順哥 不錯…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這個 感情經驗篇 因為在以前的年代其實 初吻初戀都超珍貴的 但是可能到了現在 已經到了經驗豐富 都在拚次數而已 這個先 廖老師 廖老師的初戀 大概是在幾歲的時候呢 大二吧 大二 初戀 大二 嚇死了 真的 初戀 也不… 就是大概有點那種感覺 真正是大學畢業以後 才開始交男朋友 那國中都沒有那種 有感受到那種阿姨 我們都是讀女校耶 國中都是女校耶 你說怎麼辦 也是… 對 就是說是到什麼時間才牽手 然後Kiss… 大學畢業以後 大學畢業以後才牽手啊 對啊 他們直接笑你 對 他們直接笑我 但是我們那時候都這樣子 廖老師那個時候是假如說 那個夏天 要是被人家看到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就是那時候民風比較保守一點 對… 但是可以漏斃 可以漏斃 可以漏斃 但是最後問一下我們這個小宇宙聯盟 你們的這個 個人的戀愛紀錄是怎麼樣的 現在已經有了嗎 不可能吧 可以說一下吧 文婷幾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什麼叫做嬌 我聽不太懂是這樣 是真的有 有牽手嗎 牽小手嗎 有牽小嘴嗎 不敢講 不一定 不能說… 他媽的現場 因為他們家長都在對面而已 對… 所以交往過六個 幾歲初戀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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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面還有朋友也談過其他 次數的波程 你幾次 三次 三次 初戀是在 六年級 六年級 對方也是同班同學嗎 對方笑話 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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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他幾年級 我不是問他是不是想要 隔壁…隔壁班 怎麼拔到的呢 你是去跟他做了什麼事情 猛烈攻勢 什麼猛 每天上臉書就是 嘿 你在嗎 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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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複製貼上很多遍 複製貼上 還不是打的 然後他就會突然就覺得 好像不錯 然後他有一天就跟你講說 我好像突然喜歡你了 然後就在寫 什麼 你是在拍電影啦 戀靈怕殘狼對不對 這還是用得到對不對 不錯 那秦勝子余呢 我彈過六次 六次年代 六次 我也沒有六次 你們都沒有六次 你們不同年代嘛 對 不同年代 被講 沒有啦… 我第一次初戀在五年級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是在國小談的 國小不懂事 就喜歡就上了 不是… 喜歡就上的意思說 喜歡就跟他講 就告訴他 讓他明白 就衝了啦 對 這樣上了 不是人家 跟你姓問題他就站起來 但是假如說你們同學之間 沒有談戀愛的話是會怎樣 會被笑嗎 圈叉 如果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在你的同學之間 是不是地位不保 真的 有些會笑 其實還好 超很多 對不對 玉瑄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譬如說 其實有談戀愛的話 其實會被同學 反而更奇怪 玉瑄 好可怕喔 你喜歡他喔 你們有沒有怎麼樣啊 有要堅持喔 在我們大學生的字典裡面 還找不到 對啊 很血液 一個班裡面大概有談戀愛的人數 比例來講大概多少 0 比例 就有談戀愛的人多嗎 不多 幾乎沒有 是大家都不講對不對 可是你們都交過六個五個 怎麼可能有 對啊 我們通常都是那種 譬如說知道這個男生喜歡著女生 然後我們班就會一直弄他們兩個 想說你們可不趕快在一起啊 那最後會在一起嗎 不會 通常都是因為被這樣講之後 反而這男生就說 我哪有喜歡他 我只是那個什麼弄他一下而已 我哪有喜歡他 小弄一下 小弄 就很明顯耶 就明明就說 譬如說我要 譬如說我們要那個擦地板 然後我們就要抬椅子嘛 那男生就只會幫那個女生抬 那根本就是喜歡 他就說沒有路過而已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嘴硬啦 嘴上不討厭 純純的愛 對 想要 對不對 想要跟別人接近 茉莉妳要 對 我有個疑問 你們談過那麼多次戀愛 你們最長跟最短的戀情是多久 柏晨妳先說 我最長七個月 最短一個月 我要混到了 七個月還 七個月 一個月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七個月跟一個月 為什麼那個一個月就結束了 原因是什麼 因為吵架就 吵什麼事情妳還記著嗎 吵什麼事情 因為我叫她教我功課 她說妳很笨 我不教妳 然後之後這兩個冷戰 冷戰快要 快要一個禮拜喔 就一個月裡面 還有一個禮拜在冷戰 然後之後 最後我就不爽跟她說 我們就是你知道 見面就好 不要再那個了 不要再有機會 不要再等 女生也都只是講講 對… 對… 這就是抓到男女成長速度不一樣 對… 大笨蛋… 你根本就不懂 對 對不對 真的耶 真的搞那些年喔 對啊 有那些年的感覺 我最長是兩個月 最短是只有一天而已 傻瓜 現在是千萬元 不是 回家 這一天不是我的問題 這一天是因為我跟她出去之後 然後她說她也喜歡我 我也喜歡她 然後就交往 在一起之後呢 然後好像就隔天吧 她就跟我提分手 我問她說為什麼 她竟然跟我說 因為她朋友也喜歡我 然後她朋友知道我們兩個在交往 所以她就是跟我分手這樣 說的問題是 妳跟某個人交往131天啊 對 怎麼會算那麼清楚 四個多月 算好準喔 我每個都會算時間 131天 那到最後是為什麼分開了呢 老師組織 老師啊 是什麼師 是因為妳們在幹嘛的時候 老師突然闖進來 這樣 就班上 幹什麼 怎麼是不是牽小手啊 然後被抓到對不對 就班上 班上有一個女生 然後是她的前女友 然後好像我 妳也太複雜了吧 然後就是知道我們兩個在交往 然後她就跟老師講 然後老師就 就是很極力反對我們 然後就是說我們不能到對方的樓層 就是 然後之後我受不了這種壓力 就跟她分手 廖老師 聽到她們的愛情觀 妳有沒有覺得很嚇一跳 很…驚駭 因為覺得 原來好像很多理由 譬如說交往了 她說那個 那個 子芸對不對 對 子芸 對 她說 她們交往 她們說一天認識 就是出來一天 對 然後就變成 就交往了 我很想很好奇說 這就交往的是什麼意思 然後第二天就分手的是什麼意思 分手我懂啦 就是就在一起 怎麼會交往 她們定義是什麼 那天第一天就交往 她剛剛的用詞是這樣子 我很想了解那個 就交往的是什麼意思 對啊 子芸會聽透露一些嗎 那一天交往就是我跟她去看電影 然後她本身有在看那個小宇宙 然後就覺得我很可愛什麼 然後就是 不是 沒有 我沒有打 不是 我去找她 是她自己來找我 小宇宙來找我 我就是跟她出去看電影 然後她本身比較開放 又揉我的手 揉我的肩什麼的 揉 就是這樣子 靠在我的肩膀上面這樣子 那就是我也 她還不錯 但我也就是 就是其實喜歡她 問她說要不要交往這樣 她就說好啊… 然後就交往了 那算是開始 就交往 我就很知道 很喜歡知道說就交往了 兩個人就看得上就開始了 雙方有共同意思說我們兩個在交往 是身分而已 身分而已 有頭寫 妳的孩子在打大 真的 有那種感覺 同年紀的是不是 對 同年紀的 對 但是雖然我們年紀上 年齡層稍微大一點 但其實大家還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大學生 陳輝也是利用我們這些 對啊 會拔蠶 沒有 這是海產 可是他會拔是金養 對 是金養 對 是金養 金養說 我覺得小朋友比你們還誠實 真的 肩膀比你們還硬 他們在趕自己扛 對 OK 好啦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進入到追求告白天 以前是用紙條傳訓 傳小愛這樣 現在是私訓送禮都一樣樣來囉 好 請問一下廖老師跟大學生 你們在國中的時候很受歡迎嗎 打圈 肚子怎麼打圈 真的啦 真的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這種功課很好 然後全班第一名 然後又當班長 然後又打球 然後就其實 真的啦 真的啦 然後那時候就在學校屬於那種 我又跟全孩 只有廖老師聽懂在講 對 好可惜 追求感情行動積極 女大聲也招架不住 菁兒 你們是怎麼樣去追女生 妳現在有沒有喜歡的人 沒有耶 沒有耶 沒有嗎 那我跟妳…我告訴妳一件事情 然後沒有 也會不會太怪 太怪了 我會被他吸引倒過來 我覺得有點太猛 大學生了沒 那時候就在學校屬於那種 畫水會解凍的動作 畫水會解凍的動作 我又跟那種 學會解凍 畫水會解凍 對… 就是在學校要跟那種 比較壞孩子交朋友 也要跟好孩子交朋友 然後最後你就會變成就是 大家都會 變成灰色人物 對… 算是這一種 好 我們先來劃破這一個代狗好不好 是 問一下我們小小聯盟 對妳們來講 什麼樣的同學會比較受歡迎 要很會跳舞 要跳舞像晶陽哥哥那樣 晶陽哥哥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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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晶陽 晶陽 對 晶陽 你被注意到了 然後要有很驚人的歌聲 歌聲 舞藝 還有 就是他要對自己的朋友很好 講義氣 對 但功課不重要 功課沒什麼差 就是功課爛一點最好 為什麼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嗎 就是這樣會顯得自己功課更好 因為以恩在班上都是第一名 所以他不能接受有人超過他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說男生功課還好 我們剛好這邊已經計算好了 林軒 他剛剛講的完全符合 你剛剛符合嘛 又會跳舞 對 而且跳得又剛好跟晶陽哥哥一樣 好 謝謝 來喔 音樂 好聽喔 我愛我… 他剛剛也好了 我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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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 好聽喔 好聽喔 他也喜歡嗎 喜歡 有嗎 有心動的感覺嗎 他的表情有點猥褻 我愛我… 我愛我… 我愛我 我愛我 好 整個模糊注意 謝謝 謝謝攝影大哥 真的 子瑜你覺得你們的男生怎樣 會受歡迎同學 要主要就是會 要很親切 像豆哥一樣親切 然後還有會搞笑 也會模仿 就是也多才多藝這樣 然後長相呢 不用說很帥 就只要能看就好 然後 跟藍波老師一樣厲害 都要會跳舞 都會跳很重要 跳舞 跳舞有重 玉瑄妳覺得怎樣的人受歡迎 就是其實會有一點酷的感覺 喜歡壞壞的 對 有一點那種感覺 然後有時候老師會覺得說 你這種人怎麼會這樣 可是就是有一點說 站在學生這邊 就不會就是很贊同老師的那種感覺 我們大學生裡面有就是長相 看起來像是這樣子的男生嗎 大概是你們的菜 哪一個 哪一個 一定要選一位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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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睡覺 Patrick 整個自信都來了 帥了 不是 我要跟你講一件 Patrick身高 因為做什麼 看不出來嗎 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們國中的時候 大概都是怎麼樣跟人家施愛 就他們這個年紀 開水你會怎麼樣 國中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 以同學傳同學 因為不能直接去講 這樣會怕被打槍或什麼 都一定說 你幫我問那個誰是不是 是不是喜歡我還是什麼 他那天那樣子 是不是要來看我打球還什麼 然後最重要就是 要收到女生來的那個紙條 紙條很重要 最後一定要寫說是土誰 那個看到都很興奮 而且女生都會責愛心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人 你們是怎麼樣去追女生好不好 子昀 你挑一位你喜歡的女生出來 然後你直接示範 Angela Angela 那就Angela好不好 來請 好可愛喔 是的 現在就請子昀示範 國中生向自己心理女生告白的方式喔 女大生Angela 能否招架得住年輕男孩的猛烈攻勢呢 好可愛喔 Angela 那個 今天天氣真好對不對 不錯 天哥說過一遍 你知道嗎 其實我想問妳 妳現在有沒有喜歡的人 沒有耶 沒有嗎 我告訴妳一件事情 我上次還去抓魚有沒有 我抓到一條這麼大的魚 然後沒了 沒有 不是她沒有拒絕喔 Angela 不是她沒有拒絕喔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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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 請繼續 不要打擾她們 是撩壞 強一次喔 所以我是魚 阿姨心上不好 所以我是魚嗎 妳是… 妳是我喜歡的人好不好 好 快要背著我馬子 進去吧 我…我無法接下去耶 所以妳會跟著她走了嗎 妳這樣看起來 妳會被她吸引到嗎 Angela 我會…我會被她吸引到 可是是一種很無理 頭不知道她在幹嘛的吸引到 我會覺得我被爽 真的 妳有嗎 我會覺得啊 我被爽 她有用嗎 她被打吧 我覺得妳這個攻勢太猛烈了 太猛了嗎 對…我覺得有點太猛 我覺得應該 妳這種要 廖慧英老師在打不住 廖老師請出 廖老師 廖老師在等人 你過來你喜歡廖老師 你會怎麼樣跟她 用同樣一招嗎 不…你可以換一招 可以換一招 可以換另外一招 你招那麼多 隨便再拿一招出來 廖老師擋得住的 來 可以啦…你可以接招的 來 Action 小姐 你跟同學喔 我在等系程車 你在等接車 我在等系程車 要不要我陪妳一起走 我可以送妳回家 妳送我回家幹嘛 帶走 沒有關係啦 你來幹嘛 這麼暗的天 你怎麼不回家出去 我…我來陪妳啊 什麼妳 我是剛剛才突然出現 你還知道妳來陪我 妳趕快回家 爸爸媽媽才不會擔心 不是 妳不要這樣 我現在在泡妞妳 對… 她不是說 我現在在泡妞 她意思是這樣 她叫妳配合 什麼邏輯 而且我不想配合 妳們兩個太小了 真的 小朋友幫我媽會擔心 廖老師心裡有障礙 對 我有障礙 對不起 沒關係 但是剛剛這個Angela這個 不過我覺得Angela太被降服了吧 沒有 因為其實再找個幾年 如果我真的跟她差不多年紀的話 我會害羞耶 我真的會 妳會覺得說心跳很快 然後覺得說會喜歡上這個男 有可能會希望 有可能 她真的很很有妳而已 對 這個小可愛的小孩子 可是真的對我們來講 她就是小孩嘛 對不對 是 所以OK 我們已經免疫了 妳一直去否認 自己去否認 反而讓我們好奇怪 免疫不然不要說 她沒有魅力喔 她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男孩子 真的一個都還不錯 妳還留一點失望 拔到廖老師了 不行 拔到廖老師了 太拔到了 謝謝… 謝謝廖老師 謝謝Angela 你們應該自己本身 還是會遇到感情上的難題吧 我不相信你們都這樣無往不利 對不對 對啊 有什麼感情難題 有沒有 跟我們分享一下 憶恩 就是因為曾經有好幾個男生 她會每天晚上來私訊我說 我好喜歡妳… 就像她那樣 就一直複製… 然後我就要一直跟她說 我媽叫我去寫功課或洗澡 要就是避開她 然後就是我想問問看 就是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妳已經被纏多久了 三個禮拜了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被煩了三個禮拜了 三個禮拜 有沒有遇到這種男生 沒有 正常來講 那個年紀的國中男生 就是你只要跟她講說 沒有 我對妳什麼感覺都沒有 妳可以不要再來煩我了嗎 通常她就會換下一個目標 因為國中的時候就是這麼想的 可是妳很傷人啊 可是妳有著她之後傷更大 對啊 而且妳們今天來 妳已經有罩孽了 所以沒關係 妳已經很累了 可是是認識的 如果見面就很尷尬啊 為什麼不能 我告訴妳啊 我告訴妳最好的解決方法 是 教她 應該就是妳要想辦法 大學生是不是沒有辦法理解 國中生在臉書上面PO的一些字眼 或者是什麼事情 大卡標記載 再一個人難過 這是搞什麼 但是文藝青年才會做的事 還有… 還有… 他們好友都會加很多 因為他們那個 在後面都會補說缺好友 不認識人家人家幹嘛 對不對 你能確定 大學生了沒 有沒有最好的解決方法 教她 應該就是妳要想辦法 讓她討厭妳 女生不敢 誰會喜歡狂你 可能呢 或是說自己假裝 如果她還… 亂交 堅哥你亂交 女生不敢 亂交 不是 我沒有亂交 你亂交 不是 我是誇張的比喻 但是只要讓那個人就是 覺得說你不是他的菜 這樣那可能就發生 可是你這種做法 感覺很像是說 這樣不能當朋友 他是想要繼續當朋友 那你就講清楚說 我跟你 我很喜歡你的朋友 我喜歡跟你當朋友 對 這樣就好 我也有喜歡挖鼻孔 然後喜歡放鼻給自己我的朋友 那鬥啊 我還是跟她朋友啊 不見得會有朋友 沒有啦 我覺得你還是要好好的 跟她講清楚 不要這樣子 太累好不好 好啦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還有在部落格經營上面 其實也是不太一樣 以前是天天關注誰來我家 現在是臉書好友都在拚上線喔 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大學生 你們是不是沒有辦法理解 國中生在臉書上面PO的一些字眼 或者是什麼事情 來 陳輝 就是會有很多國中生的 他們的那個工作經理都會寫說 自己是什麼…公司董事長 或者是什麼自己家什麼執行長 大老闆這種之類的 就不懂說為什麼要PO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偶像劇看多了 就我 你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但我不是寫董事長 我是寫雪伏的男友 我在雪伏的女… 雪伏男朋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擔任雪伏男友 Ruby 我覺得很多國中生除了就是女生 會就是流海平的 沒有 沒有 讓他們喜歡我 就除了平流海跟長髮以外 就是遮住很多的臉 然後一定就是會嘟嘴 然後就是 感覺自己很白頭髮很黑的感覺 就是為什麼 超… 像這個 這可愛喔 對 就一定會嘟嘴 就是可愛 這誰 就每一張都要嘟嘴 這文婷啊 就妳啊 這妳 妳也有做美肌的動作吧 對 然後有修 有修… 誰不修 文婷妳這張想表達的是 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嗎 就是拍那個Cue Me的那個 我覺得… 其實在這個程度上 我覺得她們差不多 女孩子都會做這個表情 嘟嘴 讓老師也是嘟嘴嗎 老師嘟嘟看… 這邊都從上面這樣照相 妳是嘟嘴了吧 妳試試看 妳摸的嗎 我這麼不舒服 來 請嘟 來 可愛 三點拍 預備 起 起 老師 妳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妳這樣很可愛啊 快點 對啦 很可愛 很可愛 對啦 我還沒有嘟過嘴了 為什麼音樂變了 你歌半唱 好 來 財產 妳要說什麼 我最看不慣就是她們的ID 每次都給我打一個什麼… 很很愛 不然就是什麼… 放真心 對 想自由 然後打卡會照相會照那種 可能就是流一滴眼淚了 然後就說我沒哭 然後打卡標記再一個人難過 這是搞什麼 好… 不然就是還有… 只是想要人家關係一下 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心情不太好 這個超瞎的好不好 問你心情不好 那如果有人問你心情是不是不好 那那有感覺的好不好 文藝青年才會做事好不好 還有… 文藝青年 文藝青年 表達自己的情緒 因為連鞭魚兩個字都不懂 對 你要表達自己的情境啊 所以像這個慧金翔是誰 我知道 因為文藝青年很失戀了嘛對不對 對 現在有慢慢走出來了嗎 有 那為什麼還是會堅強 有沒有要改的意思 因為已經上線了 改到名字的上線 你不能再改 怪美 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在聽 天恩還有一個我要補充 他一個也很噁 就是他們都會打悶 然後再 你去睡覺就好啦 打什麼卡 眉哭只是有點累 悶 眉哭只是有點累 對 眉哭只是有點累 累啊 累是也累的累是不是 就很累 想要睡覺的累 就想要睡覺的累 這有什麼關係嗎 對啊 你就表達自己的感覺 這樣就好啦 然後也就不會表達自己的感覺 嘛 你們也會 你們為什麼要打卡在那個地方 你們要打卡喔 我就剛好在那個地方我就打啦 有這種地方嗎 有這種地方嗎 你自己邊 你自己開心就有FB 不是讓自己開心的嗎 創意 對 這人家不同的創意… 冷靜… 我無言 小朋友 你們都還沒有遇過黑道對不對 來… 慢慢講 小孩 我怕人家 多少都會遇到喔 我怕人家 對啊 你在路上都會有 不來你路上嗎 你不會去惹別人 人家都會來惹你了 對… 安全地 安全地 來 問一下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為了加深 我們跟青少年之間的一些交流 大家有沒有在網絡上面發現一些 很青少年才會加入的一些社團 有沒有 介紹一下 Dangelo 你好 Dangelo 我最近有發現一個社團還滿酷炫 它叫做什麼 國中正妹帥哥集散地 而且裡面都是全部都是要國中生 然後都是要那種 的那種 然後或是帥帥的那種 就小男生然後才可以加入進去 對 然後加上會幫他還會再說 他是國籍 然後叫什麼名字 然後可以去他的FB追蹤他 加好友 這個已經有1萬9千多個讚 所以這個就是不錯的社團 他們好友都會加很多 因為他們在後面都會補說 缺好友或是缺關注 為什麼會缺好友跟缺關注 你又不認識你加人家幹嘛 對不對 你能確定 確定啊… 天啊 連我都沒辦法反駁 小學生以恩究竟說了什麼 連阿K也無法反駁 我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你又不認識你加人家幹嘛 對不對 你能確定你FB 確定啊… 天啊 連我都沒辦法反駁 真的 好 所以文廷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沒有你們現在很紅的 交友的一些社團 雞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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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PO文在那邊 對 因為我做那個節目 所以我就開始接觸到這個社團 想說了解青少女在想什麼 然後就發覺更不了解 因為都PO很多這種照片 對 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可以學到什麼嗎 還是 你會覺得說 譬如就看到他們現在的妝髮 然後就自拍 然後說我需要哪裡的好友 或是我需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會有男生譬如在那邊拍說 為什麼都是正妹才有很多贊 我們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個 但我覺得是不是現在就是 大家會開始比較就是說 我的Facebook上面好友有誰 然後或者說我朋友多少這樣 這個會變得比重 是很重要一件事嗎 不會 其實不會 我們其實都在比讚而已 比讚 比讚 自己個人的好友大概是幾個人 文婷妳應該 有三千多 三千多耶 妳算是就是學校裡面的風雲人物 校花 對啊 算是吧 好想 這麼謙虛 她反應她會直接 一個通常我們都謙虛 沒有啦 可是學姊吧 然後她以後會好我們算是 可是學姊她們 就是更紅 學姊她們 學姊更紅對不對 對啊 如果 因為 因為上節目然後她們就會說 就是說一些話 就是批評我之類的 對 就是說 妳們現在在節目上面都有錄出 就是大家會不會 會不會有壓力 在學校的時候同學之間 會不會說一些閒言閒語這樣 會爺語妳嗎 對啊 會吧 謝謝… 謝謝廖兵老師 會不會 博程 會 對 就是國文老師可能做 你有在上個節目 他就上課就講一講 他講到有一個客人叫羽毛 他說博程啊 你要當個有頭有一點的人 你就要好愛惜自己的羽毛 不要讓你的羽毛有任何的受損 還會開始長篇大論 對 就會覺得說你 因為被大家認識 所以你要更注意自己 是這樣子嗎 對 比較難喔 因為 老師最後要問一下這個老師 就是說你今天看來這些 兩代之間的這些觀念上的差異 對妳造成有什麼樣的人生衝擊 其實還好 因為每個世代都不一樣 但是我會比較擔心他們 其實你知道網路現在這個 因為這是青少年 最常發表自己意見 就是敢於表現自己的一個地方 可是你知道 通常我們都是面對的是 不設防的一個 沒有設防的限制 就是沒有限制 所以你不知道 對方真正的那個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可能38歲 騙你說他只有18歲 他可能是個大男人 騙你說是個小女孩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防備 因為這是非常私密性 而且非常流通性的一個 一個交友網站 所以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你們再怎麼聰明 社會性再怎麼高 還是有時候會有受挫的感覺 或者受傷的感覺 我覺得要很注意這個東西 因為你們是把自己 完全暴露在這邊 所以最少你們不要把真實的名字 不要你們的地址 你們的電話 不要洩露出去是比較好的 比較能夠保護自己 對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有正確的管道 可以讓你就是的明星夢 對 就是我們伊林的璀璨之星 第二季即將要開始報名了 然後可以上伊林的官方網站 當然 對 然後男生女生都可以 只要你14歲到30歲 然後女生身高… 為什麼今天就會拿出這一張 就是因為你們來的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14歲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對啊 沒有 他也不行 有啦… 女生快要了嘛 對不對 女兒慢慢長 加油 對 14歲對不對 到30歲 對 女生160公分以上 男生175公分以上 只要你對演藝方面有興趣 都可以來報名喔 我也是還不行 175要怎麼放那麼多 172 慢慢長 還在長嗎 慢慢長 對啊 你們都35了就不行 35了 我們報名時間 是5月15號到7月19號 對 大家都可以上網報名喔 是的 這是正常的整管道 對… 希望大家在學校都能夠好好交遊 然後在節目上面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你們喔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歡迎光臨